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帽胜医院它是我父亲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 那他在我从小的历程中 他常常就是扮演一个不在家的爸爸的状态 他其实从小灌输很多观念 可能希望我当医生啊 希望我追寻他的脚步去走 但是你也知道 你对于一个小孩子越是这样子 那他可能心里的反派量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其实我不断地放纵自己 反正就是上课就是睡觉 下课就跑出去玩这样子 那直到有一天 我在于K书中心 我一如往常的 我把书包放下了 然后我就去做开心的事情 然后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背影 在那边等着我 那他在那边看着我的时候 我真的吓一跳 想说糟糕 回家真的惨了 因为他其实他不知道在外面 都在溜溜点着打电动的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说回家吧 那是我心中其实有一个莫大的惨规出现 另外一个督促我的力量 也就是我的外婆 他从小时带我长大 因为小时候父母亲都很忙碌 也比较没有时间照顾我 我外婆其实她是希望可以跟我父亲娘做医生 然后那一阵子她突然有过世 所以这两个让我夹起来 我觉得我应该该振作起来 不应该再这样下去 那男医生大概是目前蛮多病人对我的评价之一 那可能是我在跟病患交谈来过程中 我有尽量用心去倾听她的想法跟思维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 来看诊的女生其实她们都非常焦虑 毕竟她们一定试了一阵子正常的疗程 或是正常的受验状况之下 还是失败 她们来求助 你也知道男生女生先天不同 毕竟来说男生每CC精子 基本上有差不多至少标准1500万只 可是女生排了人就那几颗 所以女生在先天条件来说 其实压力来说相对非常的大 而且她们要面临的痛苦又比较多 取软就比较辛苦 要打非常多的诊计 我本身就是个非常怕打针的人 我都知道每一针打在病人身上 其实她们非常的痛苦 我曾经有看到就是打针打到 就是她先生掉眼泪的状态 其实我也可以感受这个情形 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到其实不硬的女生慢慢的住进了中家 可能跟环境因素而关 也可能跟社会因素也就是晚婚的状况 像前几天只有一个病人 还是妈妈带着她的女儿 三级的女儿来做动乱 她想要及时保育她的生命力 与其到月晚的时间 比如说到四十几岁 我们来做试管婴儿 或是来求子 不如早一点来做 毕竟你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你的生育能力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假设你是还没结婚的女性 也可以称作动乱 然后如果是结婚的女性的话 你可以来做动胚胎 在求子交流来说 没有所谓的时间点 但是一定要趁早 因为如果你越来越晚做的话 你所花的时间成本 和所谓的金钱成本 就会越来越来高 要达成自己的梦想 都没有问题 但是要看你这些努力在哪里 就算只有一趴 都不要放弃 医生我们在你办公室找到这个耶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以前我的一个时光宝盒 那时候是年轻时候 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放的 那时候是纪念那个年轻放纵的岁月 那时候其实我跟我朋友决定要好好的 要努力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一人放一个时光宝盒 把我们那时候最纪念的东西 都把它放进去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好像是我给我 那时候外婆过去的 可是这个造型是纸鹤吗 对 这是像纸鹤的造型 纸鹤 那时候因为我所有外婆过去的 那时候想说 我就该开始要转变自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那里面是有写你的愿望吗 还是 我看一下 好像就是我给 信吗 那你的信 你写什么给他 要念吗 等一下 阿嬷 你落在天顶 一定要保佑我们 我真的很想你 我最大的愿望是 你一定要好好的在天顶过花 思思念念 顺俊一 这是那时候他 过世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念他 因为他算是我 就是我外婆从小都要找他 所以说那份情是 我一直没办法割舍得掉的 那我只是想说 如果妈妈有看到的话 至少我现在在当医生了 而且也还算是成功 希望他在天上 也会开心 幕志愿者 靖子